继续 所以请记得 刚刚我们已经试过 要求各位写一个HTML来描述自己 一个SMML来描述自己 各位所描述的 我们要求要有学号 要有性别 要有名字 这些东西 大部分的人都写错 你应该 把 譬如说姓名放在栏位里面 就直接弄一个栏位叫姓名 直接弄一个栏位叫姓别 这样是比较好的 SMML的标记法 这样人家要处理起来 会比较容易 所以你最后呈现的样子 会像这个样子 但是我们刚刚以栏位而言的话 就会分得更细 那我 我们再来 举一个例子好了 是比较实错的例子 那我现在用我自己的 就比较没有 我随便举一个 我现在写一个自己的SMML 写一个自己的SMML 那其他的我就关掉 好 刚刚我们有看到SMML 的部分 它其实 如果你可以在前面写上 写上那个 SMML的表头 是比较好的 但是不写 其实通常它也认得 所以没有关系 那我现在这样写 好这样子 然后呢 我写 刚有什么 学号 我没有学号 还有什么 户籍地 HOME TOWN 好 那金门线 OK 你这个可以放这里 你也可以放这里 其实都可以 但是你要定好 然后告诉对方 我的规格是这样 那我跟你交换的时候 就不会 你写在这里 然后它去抓里面 这样就抓不到了 那所以 你要定好 那以这个例子 我希望说HOME TOWN 写在这里好了 那 性别 年龄 年龄 这里是可以写中文的 年龄 我这样写 那这里有个状况是 我们刚刚 要注意的是 你储存的档案 你如果储存成NC 那你 你这边呢 要用什么 应该用BigFi 对不对 因为我们这边的标准格是 我们是中文的Windows 所以它的NC 其实就是BigFi 那如果我今天呢 如果储存成 UTF8 这样它会变UNICode 所以这样就 会乱掉 我再重新贴上一次 它就没有乱掉 那这个 OK 我把它储存起来 这样就可以了 那 我现在把这个 ccc.sml打开 好 这个可以的 那我把它放到 放到这边 OK 可以的 但是呢 刚刚的一个问题是 如果我把它变成两个 你会发现说 它在 这边就有问题了 因为 它说什么 extra content at the end of document 因为 因为我现在变成两个 跟节点 那就有错 那 解决的办法就是 你可以在外面加一个 随便 比如说你叫root 或叫什么都可以 叫sml都可以 那这样子 OK 它就可以了 那当然你这个 不会有两个人 那 这边 成小米 其他我就不敢 好 那这样子 OK的 所以 sml楼标准的格式 只能够有一个跟节点 那其他的你都可以 自定 自定 连标记 这都可以自定 那可以用中文标记 OK 好 现在呢 我们要再出一题作业 是程式题 请你写个程式 去抽出 我们刚刚的文件长 这个样子 那我们想要的是 请你写个程式呢 去抽出 这个sml文件 我们不需要两个人 我们现在就只要你 刚刚那一个 一个人的 但你要重新写 写对 写对之后呢 请你写一个程式 去抽出 那一个人的 姓名 性别 年龄 和他的户籍地 然后印出来 不是整个sml 印出来 我只要姓名 性别 年龄 和户籍地 其他我都不要 那你印出来的时候 你就印出说 姓名 程中程 然后性别 男 就这样 印出来 印成命令列的程式的印法 就可以了 了解我的意思 那我也同时来做这件事 那各位也就做 做你的事情 那我 我写完之后 各位的时间终止 然后 然后我就把我的答案贴上去 OK 好 那请各位试试看 原则上 你可以用诗语言写 那如果你熟悉别的语言 你也可以用别的语言写 就是把这个栏位抽出来就好了 我们要的栏位抽出来